老爷请 少爷呢 回老爷的话 少爷和林小姐出去了 他们俩在一块 上哪儿了 少爷开着家里的车 去哪儿了也没说 是 姑子 小雪 怎么样了 我刚才去你们家转了一圈 林叔叔已经安全到家了 他没事吧 你放心吧 安然无恙 不行 我还是回去看看他 小雪 你刚才没说清楚 你刚才见到我 真是林叔叔吗 不是 不是 那你让我看他干吗 你刚才见到的 不是他 我刚才见的是我妈 是我妈让我去看那个人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刚才见到的是陈阿姨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 我 我其实 我 少爷 怎么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老爷回家见您还没回去 有些着急 派我来接您 哦 你先回去吧 你告诉我爸 我一会儿就回去 可是少爷 这 好吧 你先下去 我马上就下去 好 那你小心点 爸 您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有什么事吗 我是跟小雪刚才跳舞去了 偷开了车 您别怪罪 你跟林雪是不是跟共产党脚后的一块 我没有 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你了吗 爸 您要是想问什么 您就直接问 那你说 你有没有参加共产党 我没有 我不但不会参加共产党 国民党我也不会参加 我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 天天开开心心的 比什么都强 那你告诉我 今天你们见了什么人 谁也没见 我把小雪送回饭店 我就回来了 你再说一遍 要不要我把小雪叫过来 直接问问她呀 撒谎 这怎么还没睡觉啊 怎么回事这是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家里 睡觉去 睡觉去 站住 爸 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再问我一百遍 我也是这个答案 你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 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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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呀 老爷别生气了 我没有气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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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走 展介组 推炸 version 与不顾自己的安慰前来救他 心中又不禁燃起一种 久违了的对父爱的渴望 知道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等等 难道你不该为了今天的事情 向我解释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今天这样有多危险啊 要不是我去救他 我说你去救我 就是为了让我感激你的 你放心 不管你怎么做 我都不会感激你 因为我根本不相信 你是那么帅 你不相信就对了 我要的就是我不像 我和你的妈妈所从事的 是随时都有可能 付出生命代价的事情 所以 我不能是我自己 你说什么 你先回去睡吧 明天要带你去个地方就知道了 灵雪 已经回到灵家了 这么快 这个林雪也不简单哪 你得提供他点 我还是怀疑救走林雪的人 就是林天宇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倒是跟我说是个女人 但没看清脸 而且他坚持认为 那是他母亲派来的人 看来我们有必要 对林家采取一定的措施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 带我去哪儿啊你 这边看起来了 给妈妈磕个头吧 你胡说 我妈明明还活着 你别以为你弄个分 你就能骗我 我有必要骗你了 我相信 我不相信 你说这里面不是我吗 那你怎么证明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的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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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会死的 她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我 我在邻居还见过她 在下面白山腰那松树下 有一块纱布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引你去哪儿的人是我 那就是说 那块纱布是你掉在哪儿的 那是你亲自爆炸的 你不会不认得吧 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天许文盛出来以后 我就跟上了她 一直跟到山上 这儿 是 你是说 你听什么眼睛 在 那你为什么不救她 你为什么不救她呀 爸爸想救 我跟爸爸来晚了 对不起 爸爸本来 本来只是想救妈妈出监狱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反而却害了她 你知道吗 是你要救她 哪个家里呢 是爸爸让她去的 那天 爸爸在保密局的人来之前 先一步赶到了山崖底下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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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 wi 天哪 ост decor 你 小雪 不管你是怎么看爸爸的 爸爸都不怪你 可你现在不是孩子了 不能有着性子胡来 爸爸已经失去妈妈了 不能再失去你 你去哪儿 我去找我妈 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 我要去问问郭子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的 你回来 你还要干什么 你的故事还没有编完吗 我不管你从那个项链里得到什么情报 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 不然 如果你真的是男神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我妈的项链 写着一厘米 你说是什么意思 一厘米 是米 你说呀 原来是米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那不是一厘米 应该是三厘米 那也是你妈妈做情报时惯用的数字 她或许也按时长 情报图一致 我说得对吗 我说得对吗 看来你真的拿到了妈妈的情报 你告诉徐文春吗 我 我 好了 爸爸不怪你 听话 明天爸爸就送你离开这儿 不能又在这儿冒险了 好吗 你 你真的是男神 是 爸爸的真实身份 只要你爸爸一个人知道 只有你爸爸一个人知道 爸 爸爸 爸爸 frustration 宅 爸 爸 爸爸 爸 对不起 这不贵人你 对不起爸 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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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这不贵人你 你放心 有爸爸在 谁也不敢把你的面 这谁 给妈妈磕磕头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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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是我自己做出场 都是我把他们给带过去了 你不是救我就不会死了 妈 你放心 你不会爱死 我这样的夜行人 付出代价 对了爸 嗯 那天在四海饭店 他们说的人应该是你 不是我妈 四海饭店 前天 我在四海饭店 听见渔夫跟他们对话 他们要是知道妈妈不在了 一定会认定你就是男生 那个时候 爸 你就危险了 怎么 你现在知道徐婉顺的身份了吧 爸 你知道渔夫是谁吗 谁 郭四海 郭四海 这我可 这我还真没有想到 他们商议着 要杀掉你 然后移架乱针 让许文顺冒充南山 哼 我说你这一天到晚也不熟悉透透气 你想把自己活活憋死 我难受 怎么了这又 哪病了我看看 我看看 爸 我心情不好 想自己待几天 你们这两天 就别打扰我了 小小的孩儿哪来那么重的心事啊 我有好多事情 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那行 我今儿我也不上店里去了 走 我就陪着你好好说说话 我想听听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事啊 你 拿来一个 小雪 你妈妈从被捕直到月月 她一直关在保密局里 那儿看守很严密 她是不可能有机会 把那份名单交给其他可靠的人 而名单又如此事关重大 她不可能随手扔掉 你是说 妈妈一直带着名单 那可是 老命局的人为什么没有搜到呢 并且到最后 你在妈妈身上也没找到 除非 除非 除非那份名单 一直就藏在那帮人的眼皮子底下 因为月月的时间临时改变 妈妈来不及取走名单 所以 那份名单应该还在保密局的监狱 对了爸 我想起来了 那天在小山坡 妈妈在我的手线里画了一个十字 十字 嗯 后来我在想 十字代表什么呢 我想到了教堂 我去了教堂 找过 没有发现任何可恶的东西 十字 教宗教宗教宗听着 那十字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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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夫有令 这几天要严密监视林天宇 对她实时监听 怎么 又要监听她呀 难道说 于夫怀疑她是楠山 于夫的指令你照做就是了 爸 我觉得 他们这次没抓到你 一定还会有下期 没事 他们暂时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眼下的耽误之急 是得先找到许文顺 郭四海不是让他冒充南山吧 那咱们就让他当个够 需要我做什么呢 许文顺现在被全城通缉 咱们得先抓到他 然后光明正大的 以抓捕逃犯的名义将他击毙 这样海洛同志就安全了 那我尽快约见许文顺吧 你能约他出来 他跟我说过 如果要见他的话 就在门外的墙缝里 放上三角形的黄纸 所以我跟着你 你去找我跟着你 谁跟着你呢 不会是你爸发现什么的吧 我估计是 那怎么办呢 就把你捅到哪儿 他把你捅到哪儿 我跑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我怕下一次我再见你 我跟着你 连你的安全都保重不了 古早 那一大事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已经恢复了对林田瑜家的监听 这几天啊 你跟刘云霞都沟通 是 这个林雪有没有动静 还没有 不过我还是怀疑他跟我说 他没看清楚就他那个人 我不大相信 你也怀疑了吧 林雪说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你一定要小心 这种事儿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那份名单 又下落了吧 还没有 不过我想 如果林田瑜真的是南山的话 那他现在也一定在寻找那份名单 你要记住 随机应变 两条策略 要么 除掉南山 带着这份假名单进入山北根据地 要么 想法阻止真名单落到南山的手里 有一下 这个情史对我们 还算是有利的 是 放心吧 这次绝不让林世王 爸 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儿 你这么晚才回庭干吗去啊 你这么晚才回庭干吗去啊 我去哪儿 关你什么事儿啊 神经病 我回屋睡觉了 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儿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 进去里面 在你妈妈被捕之前 我将那份名单交到她的手上 可没想到她马上就被捕了 把所有的计划都搞乱了 爸 既然当初那份名单是你搞到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再复制一份呢 当时情况危急 我只能是用微型相机拍下了名单 所有的内容 都在那个微型胶卷上 藏在一个胶囊里交给了你妈妈 后来我多次去了 跟着街头的地方去寻找 包括你妈妈牺牲的地方 我都找过 可是一无所获 我还一度以为她会把名单 放在那张项链里 可项链里只是跟海罗的街头方式 并不是名单 我现在担心的是时间不多了 上次我回来我就觉得你不大对劲 你跟我说 你不会跟着林雪去参加共产党 我真没有 我知道你没有 我想说的是 我知道你很喜欢小雪 我也愿意你们走到一块 可是我就不希望你们跟政治扯上关系 爸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您有信要我吗 有啊 我信我自己 那如果让您选 您更欣赏哪个党派呢 我跟你说几头心的话 我不愿意跟任何党派纷争战边 所以上次你跟我说 你既不参加共产党 也不参加国民党 我很欣慰 这正是我的期望 你应该去读书去留洋 去做你该做的事 可是爸 万一我要让您失望了吗 不会的 因为你是我郭四海的儿子 行了 那我也不管你心里在纠结些什么 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最疼你的 只有我和你的母亲 来 行了 你休息吧 我看你最近啊 太累了 好了 你先生你先回去吧 爸 许文顺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咱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做做文章 我有一个主意 或许可以帮到你 什么主意 我先不回家了 我去下报社 碧莺姐 小雪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死丫头 想我了才来看我呀 听说你跟林天宇和好了是吗 嗯 我爸回家住了 这就对了 其实父女两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爸爸那么爱你 有时候连我都羡慕呢 小姑病了你知道吗 啊 没事吧 看你的小样 吓得心疼他了吧 现在没事了 好了 对了碧莺姐 有件事我想找你帮忙 帮忙的事啊 好啊 坐下说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之前你帮我写的文章 我想换个内容 又换啊 帮帮忙嘛碧莺姐 我的大小姐 你这样三番五次的 换来换去的 我们主编大人知道了 会疯的 可是这件事情人命关天呢 碧莺姐 你那么有爱心 你是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我代表林家人感谢你 看你这张小嘴挺的 我啊 算被你抓住软肋了 好 你说吧 怎么换 先保密 这篇文章我来写 你写啊 不行不行 这是严肃的事 怎么能理写呢 碧莺姐 你帮帮忙好不好吗 怎么帮忙啊 真的不行 是不是前世 我欠你们父女两个的呀 好好好 这样吧 你写初稿 我来帮你改 好不好 行 小嘶 早就不愿意 我们就这个女人 我来看你了 你怎么会让我转得已 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不愿意 你把它努力 你根本真的要把你够乐 我来看你了 从来不知道 你和爸爸 有那么浪漫 那么真挚的爱情 我听我爸说 你们其实 是假年婚 他虽然是我们当生人 但却早就加入共产党 那些 他对你十万种气的事 都是假的 是组织故意安排的 妈 我真的很佩服你 为了革命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 要忍受这种可怕的煎熬 妈 我都不知道那些事 不然我不会干出那么多傻事 妈 您一定在天上保佑我 保佑我和爸爸 顺利地完成任务 妈 您听到了吗 您听到了吗 谁 您 您 我在梦里寻你 你却借着另一阵躯壳 萦绕在我身边 我在光里寻你 你却宁愿躲在 阴冷潮湿的乌云里 我在风中寻你 你却附身于春雨水滴之中 渗透我的芯片 但我能感觉到 你并没有离我而去 因为我身体里的每一滴血 都是你所赋予 我身体里的荣山 在你的乌云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别动 好了 以后咱们在家里啊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把这一顿弄掉之后 不怕他们怀疑啊 这也是我的疏忽啊 怎么了 堂堂的一个情报处的上校处长 怎么可能对于自己家里被装了窃听器 毫无察觉呢 不过现在给他揭露出来也好 他们也该收敛收敛了 对 给 这不是妈妈给你的吗 我觉得 它对于你来说更重要 再说了 这也是妈妈的意思 谢谢 跟我还客气呢 你的就是我的 连我都是你的呢 上来个事 过两天啊 我想找人送你去上海 从那儿去英国 我不是在那儿跟你联系了个学校吗 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你想哄我走啊 没有 爸爸舍不得你离开 可是现在北原的形势太危险了 我不去 小雪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是嫌我拖累你了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啊 爸 现在我的处境我很清楚 许文顺想通过我抓你 郑雅昌他时时刻刻盯着我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呢 他想利用我们 我们也可以利用他呀 不行不行 这太危险了 爸 你知道吗 我要为我以前干的傻事赎罪 特别是妈妈 要不然这一辈子 我都会感到内疚的 这都不怪你 爸 妈妈不在了 可是还有我们呢 我要把妈妈没有完成的事情 继续做下去 我知道 你们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 愿意付出一生 甚至是生命的事业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成 因为我相信 妈妈 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 她会保佑我 鼓励我 没错 妈妈在天上看着咱们的 她一直都在 她标不打得太厉害了 她 哪有所作為的 我可以去啊 爸 你去管什麼用啊 你又不知道地下聯絡站在哪兒 我知道啊 老姜嗎 你知道 我 我可以去哪兒 我可以去哪兒 不去哪兒 formerly在哪兒 我可以去哪兒 我可以去哪兒 還有啖啾 乙吵 請妳 gotta上餐